这次真招黄洁就连陈其脉都特别强调了 真招的人选以慎选为考量 不怕任何的压力 不过这一次的真招也让地方基层非常的不满 甚至过去支持绿营的后援会 还扬言说他们要解散了 他们批评这个党中央提名 太过强势没有倾听基层的心声 再加上黄洁是跨区来选 另外这一回绿营除了这一次的基层不满之外 再加上国民党陈梅亚是卷土重来 来瓜分这个票源 也让高雄市的第六选区选情是充满挑战 我不怕任何压力 我会提出负责任 提出一个对高雄市第六选区最好的获选人 口气沉温眼神锐利 因应赵天玲退选 高雄第六选区出现空缺 民进党提名策略小组周六召开会议 陈其迈口中不怕压力的最强人选 就是黄洁 选战倒数两个多月 民进党派出黄洁担任救援投手 第一考量集占力 但身为空降部队 也引发基层支持者不满 当地某后援会会长得知由黄洁出现 先是宣布退出会长一职 更扬言要将后援会全部解散 也有人把矛头指向党中央 认为提名过程太强势 不重视基层新生 无法出自真心相挺 更有人直言 让陈其迈跟黄洁自己去拼吧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高雄市第六选区 在赵天龄今年下属于优势选区 2020年大选中以过半的得票率 横扫进十三万票 国民党陈美雅得票率不到四成 败下阵来 这回陈美雅卷土重来 碰上赵天龄退选 绿营基层弥漫不满气氛 民进党的斗争如此的强烈 他们完全不把民意放在心里面 不管是推谁出来 民进党施政无能这件事情 是大家的共识 同选区另一头又由喜乐岛联盟主席 郭贝宏抢功 这一区想再拿下 接下来好好安抚基层支持者 民进党高雄立委再拼八仙过海 机会才会大 华市新闻张正月薛通 前张良好方薄方台北报道